位于南静城郊的瑞德兰园内,台农张德虚正在悉心打理他的兰花。 放眼望去,品种繁多的兰花整齐排列着。 位于闽南腹地的福建省南静县,是台胞重要祖籍地之一, 因盛产兰花而闻名,被誉为中国兰花之乡, 现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。 日前,记者来到福建南静实地走访。 瑞德兰园的创办人是张德虚的父亲张瑞发, 作为第一批到南静重养兰花的台农之一, 张瑞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, 也带来了兰花新品种。 瑞德兰园栽培出的兰花畅销大陆, 张瑞发去世后,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志, 张德虚放弃了台湾的事业,跨海来到福建打理兰园。 93年我父亲就来这里了, 然后93年到现在我们就是推广这个兰花文化跟种植, 跟当地这些农民结合。 然后最大的优势就是大陆的市场大, 所以这个就是两岸交流的好处, 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先进的技术, 把我们好的品种带进来。 在南静养兰花多年,张德虚表示, 扎根这里除了敏台两地相近的语言、风俗、 生活习惯让它倍感亲切外, 更重要的是看好了大陆的市场及种植兰花的前景广阔。 两岸交流之下,对我们台湾的一些兰友啊、兰商都有很大的好处, 对我们这个台商来讲可以说非常优惠, 而且现在政府大力度的开放,让台商更多好的政策, 那也更多吸引现在台二代、台三代的年轻人。 目前,瑞德兰园有兰花三百多个品种,十万多盆。 在张德虚看来,南静兰花名气和品质不断提升, 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强。 此外,当地大力扶持台资农业企业发展, 专门设立了南静敏台融合发展兰花产业园。 系列利好政策也更加坚定了它在大陆发展的信心。 官方数据显示, 至2020年底,南静县兰花种植面积4350亩, 年产兰花9千多万株,年产值15.5亿元人民币, 年销售额10.6亿元人民币, 相关从业人员达6万多人。 一株兰花铺就了南静花农们的支付录, 而两岸合作则让兰花长得更好。 专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